那么旧金山他们那个有一个联社呢就请我去演讲 就住在一个信徒的家 信徒家很大很大在旧金山 有花园有客厅有卧房好几间 那么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就住了一个老太太 跟她的女儿两个人住 我觉得很纳闷啊 这么大的房子在美国一定是很贵啊 她说不贵不贵我们很便宜买的 哦 那你们这两个人住在这里很好吗 很好啊住得很好啊 只是最初不太好 刚买来的时候 每天晚上 就是有一个鬼魂啊 来作乱 这座房子就因为闹鬼啊 卖不出去 我们这对母女呢 傻傻的很便宜的就把它买过来了 买过来以后第一天晚上 就被她作弄了 她看到一个女人很凶悍很凶悍的 直直的对着这个妈妈扑过来了 这个妈妈很紧张的时候就赶紧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鬼就退步了 她不念的时候鬼就来了 她一念了鬼就走了 结果她开始怎么样子呢 整个晚上念阿弥陀佛 白天才睡觉 被她整了好久好久 后来越想越好啊 因为有这个鬼啊 来作弄她 所以她能够很认真的晚上 不睡觉念佛 念到天亮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念佛 所以她每天晚上 一定是恭恭敬敬的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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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念 欸 结果久之是相安无事了 鬼到众生呢 认为这个房子是她建的 她买了地 她建的房子 子孙不孝啊 卖给你们啊 她守在那边 还是守在那边 所以我要强调 让各位了解 你那个我执我见 死了还在执着 那个我执我见 多么严重的事情啊 所以她很便宜的 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 也不错 就是所有出家人 到旧金山要演讲的话呢 就住在她家里 很大很大的房子 很多房间 有花园 有客厅有什么的 非常好 以后有机会去 我帮你介绍 她半夜找你的话 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好 就好了 没事 就没事了